华林县议会恢复定期大会的二三读议程 所有的议员也把握机会咨询县府的官员 不过为了县长徐真卫是否在下个星期 定期大会结束的最后一天列席报告 华林县内的疫情状况 两派议员可以说是吵翻了天 华林县议会恢复定期大会二三读会 所有议员纷纷把握机会咨询县府官员 不过针对了县长徐真卫有无必要 在下周一定期会最后一天列席报告 县内疫情概况以及花莲县防疫座委等等议题 正反两派立场相左的议员是县长吵翻天 现在到前面有没有问题 今天要你县长就拉显行出来 对县票利用不责 这么好的机会 也是我们一眼的质责 你也在跑进去听到很多新人 机会的声音就跟现场怀疑 只有现场才能败死 只有现场才能做节制 你们前面根本就不嫌疑过来的啊 对不对 真的一样 但是今天已经是议员纷纷会的倒数第二天 我想欢迎会在这里提出请实外观来做说明以及我们所有的民意代表在民间接受到的民意诚信 做一个回复以及承诺 这件事情有这么困难吗 二三独会什么时候现场要出席的 我请教一下 我想我们也曾经能够带领政长 二三独会他出席吗 他尊重机会吗 不要动不动啊 而对于花林县政府也委托宏盛医药公司购买65万剂新冠疫苗卡关 议长张俊表示中央政府应该协助通过地方自行购买疫苗 这样大家都能打得到疫苗才能恢复景气 当然我们每一个人的权益就是希望就是可以打到疫苗嘛 那这是最基本的人权啊 那还是希望蔡政府能够尽数啊 就是让每一位都可以打到疫苗 记者林杰花莲市采访报道